iPhone 11系列深度评测下提 iPhone 11搭载1200万像素双摄 iPhone 11 Pro则在此功能上增加了一颗1200万像素长焦镜头 但从参数上来看 iPhone 11早就被4800万、6400万甚至1亿800万像素按在地上打 但实际上前者也只是放大后图形解析力上有所差距 而在曝光、白平衡、色彩、宽容度等图像参数与拍摄体验 也是衡量相机跑快的重要标准了 而苹果做得更好的 正是由于后者提到的整体图像在参数和拍摄体验上 切换画是五肉眼可见的折损 切换平滑体验就像是光学镜头变焦 安卓多摄手机不同镜头切换使用时 最明显的问题就是画质突变 而iPhone 11在切换不同镜头时 其曝光效果、白平衡、色温、风格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难道说苹果用单颗完全一样的传感器吗 我们对苹果官方网站的技术进行了仔细研读 虽然发现器形容广角镜头时 用的是全新的1200万像素感光元件 而其他两颗感光元件并没有全新 此外安卓多摄影体系在长短胶镜头切换使用时 往往会存在明显卡顿 而iPhone 11的多摄切换也得到极大改善 虚定框放大或缩小动画的加入 让不同胶段的镜头切换起来顺滑不少 快门优化有些场景抓拍即便打开拍摄页面也很难跟得上速度 反而iPhone 11的快门可以在左右连续滑动拍照 向右滑动快速拍照省去了拍摄界面的麻烦 自拍横屏自动切换广角 只要将iPhone横过来摄像头就会自动拉远 从而获取更大的虚定范围可以说是自拍合影的预备功能了 苹果的A系列处理器一直是iPhone新产品的亮点 今年的A13广升也不例外 三公七大米工艺制程 集成的晶体管数量高达85亿 两颗大核心一家四颗小核心的微处理器架构 大核心的神经网络引擎 并新增了两颗新的机器学习加速器 拥有更强的性能的宫时也进一步降继了功耗 好份完全不出预料 相较于上一代的A12有着明显的提升 从G8值的数据来看 A13的处理器虽然多核成绩并未超过A12X 但核心成绩已经预先预先了 冻结 可能有的朋友买iPhone11比较纠结5G 5G版推出之后是否又要换新呢 其实这个问题大可放心 手机已经成为快销品的当下 使用周期超过两年就已经非常可观了 而两年对iPhone而言 只是两代产品的更连 毕竟iPhone的价格较高 隔代换新也很正常 而且4G网络在未来的几年不会退役 而且只要使用5G 实际上也并不差这一年的时间 毕竟5G网络的覆盖流足时间 从iPhone11系列来说 毕竟是迄今为止最好的iPhone 早买早享受这个话放在这里 一张的言诜过 比较更坏的 还是应该给你 比较早前看 什么没连 下屏 1G网络 5G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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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G网络 3G网络